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歡迎收看 醫師台 歡迎一位 帥哥美女 好 醫師台 歡迎 好 今天三位參加來賓 好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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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醫療的時候 醫生會說 這個工費是多少多少 然後這個是這個 自費是多少多少 你通常會選哪一個 我應該 其實我是很注重保險的 對啊 但是我基本上來講 我應該就會選自費 反正保險會付是嗎 也不是 該會付的 保險就會付了 那你沒有保到 那你也沒有辦法付 還是自費 所以想那麼多幹嘛呢 對不對 因為家境好 不用講 真的 家境好 講真的 有時候想那麼多幹什麼 就給錢就好了 那我是自己會考慮 那個工費 可是小孩 你就想要給他用比較好的 我們今天還有請到什麼 保險專家 真的 我還拿過這個 保險經紀人的證照的 有嗎 真的是 真的啊 你這麼閒 不是 我那時候出 好像出紅鞋女孩 是小威的時候 我出一張唱片 很窮 沒錢 後來我那時候 國中的同學 那時候說 你人賣那麼多 你也來做保險 很好 我以前保險真的很好賺 我還去上了一個禮拜課 每天坐在那邊 聽 學那個保險的 要一些觀念 還有考試什麼 我上了禮拜課 那今天保險專家要小心 你要不要先離開 坐 你去坐那 這一集讓觀眾朋友 好好地了解 保險的重要 這集很重要 好不好 其實因為用過保險 其實就知道 其實有保險還是真的 比沒有保險的好 是 那比方說像我都會 他交保費的時候很痛 真的 根本都沒有用到 幹嘛一直交 真的 別提醒這件事情 就都還好 對 然後就是會去健檢 一般就是你定期檢查 還是會去做那種腸胃鏡 這個很常見 然後後來其實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我的體質是 容易長息肉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你大腸鏡 還要做全腸 對 然後你做全腸 你才能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 還有做半腸的 有啊 有 前六十分分而已 有做一半的 對 有做一半的 真的要吃半套的啊 對 都已經放進去了 還讓他半套 對 十萬喔 那個技術不一樣啊 一下下就好了 不能一下下啦 愛著我不行 肯尼 你燒成這樣 還沒換你 而且真的就是你要做全腸 你就是要照到 我就記得有一年 我就是做全腸 才發現那個席肉是長在 就是最底部的那個 生結腸的地方 它是線流型 怎麼叫線流型 它是平著長 然後它又剛好在那個 皺褶處的地方長 所以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講說 這個要另外 你要去另外處理 你要找腸胃科再去處理 而且那個挖掉的範圍 就會要比它的線流的 長的範圍還要更大 才會乾淨 然後我還永遠都記得 那醫生跟我講說 還好郭小姐 你有來 你有來檢查 你有來做 他說其實線流型就是 比較容易是 癌前病變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就去特別再做了 一個內飾鏡 然後就去把它拿掉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健檢的時候 我也都是選擇自費 因為一方面就是 不用傷腦筋 因為想說有保險 那時候我在請你保險的時候 我的保險業務員 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要 就是你選擇自費 但是你要打七五折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打七五折 就沒有請到 全額的意思就對了 他是把健保給付那段扣掉 最大折是因為你本來應該是 健保要付的 他都把那一段扣掉 所以你自費的話 就只有七五折這樣 那我想到我在生我女兒的時候 省滿多的 因為他應該是要正常的 生產層出來 他不是正常生的 他是早產 因為我有天拍完一個代言 然後去醫院 想說有點不舒服 醫生就再也沒讓我出院了 他說因為我的脂肪已經過短 他說我再動 他就要生出來了 好危險喔 所以我是真正躺了一個月 好辛苦喔 然後整隻手就是針孔 這樣子都不能動 好 然後那一個月 當然是沒有預期到的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保險好重要 因為出院要開始繳錢 我一毛錢都沒付耶 經濟這件事情 真的會影響我們很大的醫療決策 你一個50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就是來找我 那他就是有血邊排大陽鏡檢查 他發現就是有一個所謂的 一般來講做內視鏡的切息 我很喜歡這一種 因為他這樣子套下去燒起來 金折斷就燒掉了 就死掉了 對 那其實所有的癌症 或者是腫瘤 他不會是一刀非黑即白 他一定是有程度上的一些不一樣 那這個50歲的女性 他精壯脊出來之後 他其實那個拿去化驗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異常化身 如果很擔心 你也可以考慮把一小段腸子切掉 因為連根拿起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就再觀察看看 所以他後來追蹤半年一年 那個原地都沒再長 年末也都長得好好 那就沒有事情 但是相同相反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50 也是50多歲的男性 他前面的病程跟這個女生很像 但是因為他一樣是精壯肌肉 可是他拿下來之後 裡面是有一個異常化身的 而且程度比剛剛那個更嚴重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說 其實保險起見 雖然你要觀察不是不行 但是我建議你切掉 那有的人他就是 像什麼東西都要要求到最好 有的人他真的是 什麼都要選最好 這樣東加西加加一加 要一二十萬 他就猶豫他要卻步了 那所以他一直在 為了這個經濟的問題 覺得說他什麼又想用很好 可是又覺得是負擔很大 那邊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 然後後來拖了半年之後 他就變成說再做一次大腸鏡 結果這一次大腸鏡 結果一夾就是大腸癌 已經變大腸癌 是喔 對 那後來其實他搞了半天 後來他還是什麼都要用最好 就去把它切掉 就把它切掉 還是回到原點 可是很倒楣的是他切掉之後 他其實淋巴已經有轉移 變大腸癌第三期 所以其實如果他在半年前 就把這一件事情處理完 他就是沒有在淋巴節轉移這一邊 他術後不用電療跟化療 可是他現在等於 為了經濟因素拖了半年 一切回到原點 什麼還是用最好 還是花了一樣錢 可是他現在就要面臨 電療跟化療的問題 說真的如果可以的話 適度的保險去分擔你的經濟壓力 可能對你在疾病的決策上 不是壞事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用 把保險當成一個分期付款的概念 因為像我們每次如果醫療 一大筆錢就心痛了 你就會延後你的醫療決策 像我們常常講 大腸癌症很多現代人好發 基本上他現在都是歸類在 門診手術裡面 所以其實像十之十負 就是門診手術的其中一個選項 其實他一年的保費 也差不多不到一萬塊 所以基本上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大錢 基本上門診手術 我們常常講他涵蓋 譬如說如果像剛剛的席肉 通常都是檢查之後才發現 對不對 可能發現有醫狀去檢查 所以門診手術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要當天檢查 當天就做手術 他會連檢查的費用都會 都包含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幫到提早一些 醫療決策的一個很好的做法 另外其實可能之前我們沒有提到 如果說一般 如果不是門診手術 住院手術的話 十字十負它有一個前期後期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住院之後的手術的前七天 或後七天所發生的門診費用也可以賠 那十字十負之外我們最近常講的 手術現在大家醫療行為 又有什麼海浮刀 有什麼打完膝手臂 動不動就幾十萬 心很痛對不對 所以會建議剛剛提到的十字十負 現在最多 儘管會規定 最多只能買三張 因為三張就是說你這張也賠 這張也賠 這張也賠 所以三張加起來的額度 可以cover 對 就可以cover到我們剛剛提到 比較貴的打完膝手臂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其實是可以因實質疑 就看現在的狀況去做改變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花小錢 然後得到大保障 我覺得如果醫療的話就是保 如果有家族史的這些東西 自己針對這個去做保險 婦產科有時候也會用到 比較高級的儀器 那第一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傳統刀 那傳統刀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健保本身就有寄附 那它的本身用意就是為了要治療疾病 要看到摸到你傷口就一定要大 然後照護時間就會比較久 所以隨著時代眼鏡之後 為了要疾病能夠顧得好 然後我們生活功能也要做得好 我們就會研發到後面就是有很多 像什麼腹腔鏡 大家比較特別的可能是就是天然孔洞 其實跟腹腔鏡有點像 那腹腔鏡基本上就是在肚皮裡面打洞 進去腹腔 什麼叫天然孔洞 就是我們的陰道或是我們大腸 我們從陰道裡面進去打洞 那這樣子我們就看不到傷口 原本肚皮還有一公分三個小洞 我們現在直接從陰道裡面進去 就完全沒有洞 再來就是達文西手臂 達文西手臂基本上它跟 就是我們一般的腹腔鏡做法是一樣 只是器械不一樣 你可以想像用腹腔鏡做法 它就是兩根筷子直直的進去 然後把東西挖掉或者是切掉 或者是縫起來 那達文西手臂它就是真正像 模仿我們的手臂一樣 它有關節的 所以從我們的手指頭到手腕 到就是手腕這個地方 它的關節很多 所以我們做的角度很大 所以它相對起來 在比較困難的手術當中 達文西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只是達文西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些限制 例如說像比較後中末期的癌症 基本上都是不建議有達文西在做的 那女生比較特別還有一個 就是海浮刀的部分 海浮刀基本上就是 比較是給子宮肌瘤來做 那它不是真正的刀 它其實比較像是熱消融的方式 就是把我們的子宮肌瘤 用熱能的方式 讓它慢慢慢慢的縮小 所以就是遇到很多病人 其實會在門診上面都會問說 我現在哩哩哩哩哩那麼多東西 我該怎麼選擇 那我之前有個病人 她就是40幾歲女性 她也是因為子宮肌腺症 然後要來開刀 那其實她已經訪遍各家醫院 就是有問到很多不同種手術的方式 那後來問到我們這邊來 那其實我覺得她已經資料過 就是資訊太豐富了 她已經有點不太知道怎麼選擇了 所以就變成像剛剛那樣 就是拿出一個手板跟她講說 你的A選項 B選項優缺點是什麼 然後這個病人就跟我說 她其實原本想要走達文系手術 但是我跟她講完說 就是達文系手術這樣 離離扣扣加起來可能要 然後她就驚嚇 她想說原來這麼貴 那我只好退而求其次 變成走富強頸手術 所以我後來都會覺得 就是一般要開刀的時候 病人可能還是要以自己的財力為主 不要超過自己的財力去做 不能夠做到的事情 不然這樣子其實也很辛苦 我先講說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媽媽給我非常好的保險觀念 因為我媽媽身體非常不好 所以我媽媽進出醫院 再她離開 只要進出醫院大二三十年 而且每次一住都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那麼久的 然後但是我們 對 就是我媽保險保非常的足 所以我媽從小就給我一個很好的觀念 就是你一定要保險 然後所以我的小孩一生效 就買健康保險 對 而且我打個叉 越年輕保 越便宜 所以出生馬上保罪 對 那我的狀況就是 婆婦兩次沒有沾黏 還需自費防沾黏貼片嗎 因為我的狀態是蠻好的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我之前也跟潘老師上課 很長一段時間 我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我非常喜歡 試試看我自己到底能夠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我婆婦的時候 一個護士就跟我講說 我前面兩台護士又說 你要不要貼防沾黏片 我那時候不懂 我說防沾黏是幹嘛 然後防沾黏就是讓你 那個傷口趕快 不會沾黏 然後你如果下次剖腹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我就說 好 那防沾黏如果 除了貼沾黏片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嗎 他說我就是要很認真運動 我說那我自己來運動好了 我本身就是運動員 我說我幹嘛花這個錢 而且那時候一片好像是 一萬二或一萬五 我忘了 對 所以我就兩次 我就沒有 然後一樣剖 然後剖了兩次之後 然後第三胎我想試看看 想要自己生 因為終於到頭轉下來 我可以自己生 很開心要自己生這樣 然後生了整個晚上 生不出來 然後到早上說 那個七點說 那個醫生就說 丁小姐 那個我早就料到 你生不出來了 所以我已經把第一台刀 留給你了 我說好 然後他說你生一整天了 對 也不太 我沒有擔心寶寶的狀況 然後我先生就很緊張 我先生就很怕說 因為畢竟我都 我那一胎我懷那一胎 我剩的時候已經48歲了 算高齡了 非常高齡 所以我現在也會擔心 雖然說我看起來那麼醜用 他也是會擔心 他說你就開吧 你不要再撐了 好 然後醫生就 那天醫生就問我說 好 那開開 去準備 去準備 你要不要那個房沾黏片 我說不用 我不要沾黏片 我自己來就好 他說 他翻一下 你的保險就都有十支十付 你幹嘛不用 我說 我保險有十支十付 我不知道 醫生還要幫你看保險 對 幫你見面 對 因為他那時候 之前就問過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大概保什麼樣子的險 所以醫生其實都滿有觀念的 所以我到第三胎 我才放了房沾黏 對 然後之後我就發現說 保險真的 因為我平常說真的用不到保險 然後有時候太小的保險 我也不想去勤 因為就有點麻煩 但是我每次只要 我剖不剖三次 我就住院住這三次 我就發現說 我真的還滿適合生小孩的 因為每一次出來我都倒賺 我也有給付的部分 就是也有健保給付的部分 因為你剖付就有保險了 對 然後保險又付 然後之前我有加一個 病床的費用稍微高一點 對 所以我每三胎 我每次回來 我先生就說 你要不要再考慮再生 因為每次都賺不少 所以講到保險 他講說 他剩一次賺一次 對 我們剩一次賺一次 你知道這一次的COVID-19 最早的時候 我太太一個朋友 她的女兒是護理師 所以她保了六家 對 好厲害 你知道嗎 那一張保護那台一千塊 對 六家六千塊 天啊 你知道她賠了嗎 光她一個人快六十萬 然後他們家一家四口都保 買房子 他們這一次全家大概賠了 一兩百萬兩三百萬 定金 王者定金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有時候 真的一念之間還賺錢 我覺得房佔寧 就是可以跟大家示意一下 因為房佔寧 基本上我們就是 把我們的傷口上面會 鋪一層東西 但現在這個東西 產品種類有很多 就是有粉狀的 有膠狀的 有水狀的 然後有貼片狀的 片狀的 對 就是很多種 其實就是看我們傷口的大小 去把它覆蓋在上面 這樣子我們正常的組織 通常會遇到那些 要復原的組織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黏在一起 房佔寧這件事情就是 見仁見智 有些人會喜歡用 有些人不想用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這邊就是自己 剛好有兩個case 那一個是五十六七歲女性 然後她來也是 子宮肌腺症 佔寧很嚴重 那原因是她之前前面兩胎 都剖腹產 在那個年代其實本來 就沒有防沾黏這個東西 所以剖腹產剖完 就關傷口就走了 這樣 那其實你那時候 在潮影波底下 就看到她除了子宮很大之外 她的膀胱基本上是 完全貼死在她的子宮上面 是喔 動不掉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 就已經跟她講清楚說 我們進去開這個刀的話 很有可能你的腸子 會在分沾黏的時候破掉 膀胱也可能會破掉 所以我們會盡量這樣子 好 那結果開進去 果真就是真的是很黏嗎 那我們大概先光分了沾黏 就分了一兩個小時 天啊 然後才真正才進到 我們最主要的地方 把子宮給拿掉 對 那第二個案例 其實是跟菁菁姐一樣 就是她也是第三胎剖腹產 然後她三十五六歲 那時候她一進來的時候 就說 醫師我要防沾黏 我今天想說 厲害喔 很有觀念喔 對 然後我說好 那我們就來用 然後我後來就問她說 原來是因為她前面兩胎 她都有用防沾黏 然後一打開進去 所以果真就是她還是有 微微的沾黏的部分 但是她其實薄薄的 就是你輕輕撥開就撥得掉了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她的子宮跟她的膀胱 跟她的腸子都是很漂亮的 分開在一起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心生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參考 看看防沾黏的這個部分 因為會不會沾黏有幾件事情 你原發的疾病是什麼 對 比如說你一開始是胃穿孔 或盲腸破到爛到整個肚子 那當然你以後動完熱刀 不管你開不開這刀 本來她就已經黏得亂七八糟 所以你手術後在恢復上面 一定發生沾黏的機會越高 跟原始病程有關 再來跟病人的體質也有關係 我們發現有的人 他的很容易有卸足腫體質的人 就算我們很仔細很仔細 動作很輕柔 他還是很容易發生沾黏 那最後一個答案 就是這個醫療未才的部分 它的確會降低降低很多 我們甚至也有遇過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之前開減重手術 或開胃癌手術 那下一次是開膽結石 那前面有用這些東西 其實進去裡面結構是完完整整 我媽媽也開過子宮肌瘤 後來開完 不知道隔了多少年 就長三年 痛到 後來又去開了一個手術 那我一個朋友去做縮位 去做了縮位 隔了幾年 也是三年 差點要走掉 只要開腹部都要很小心 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說因為我 因為這是我的醫生跟我講 他說因為我前面兩次 都沒有放沾黏貼片 然後他 然後因為他知道 我是一個很愛運動的人 然後開完第三次 他來病房看我說 他說丁寧 我真的覺得 我也要跟我所有的客戶 說要運動 他說你知道嗎 你的腹部開進去有多漂亮嗎 對 就是運動 我覺得就是拍老師 讓你的器官經常在 他還在運動 他說我的肌肉看起來 因為我是 我到現在都還是有腹肌的 我是剖腹的人 我到現在都還是有腹肌 就是他說因為你的運動 會不斷的把肌肉 跟你的組織不斷的在做 反正就是在自己內部做調整 在做運動 他等於是他自己本身也分歸 對 所以如果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錢負責 裡面的 你就好好運動 對 好好運動 潘老師 你很適合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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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很漂亮 漂亮 好 那請問專家 這個方面有什麼要注意 對 伯父產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 它其實生產是一個喜事 它其實不是疾病 可是在保險的定義裡面 有幾個是伯父產是可以賠的 第一個 高齡產婦 第二個就是通常必要行為 如果是因為胎位不正 各方面的剖部散 其實現在很多孕婦都有這個意識 就是說 它就是要防沾鏈 那通常防沾鏈 在保險的認定上面 它都會賠 就是說如果你會擔心說 這個保險不賠 或怎麼樣 就是請醫師在上面寫一下說 是必要性的 建議就是必要性 就是有一些這些材料 相關的材料 那基本上保險公司 都不太會刁難 如果聽完這一集之後覺得說 我當初沒有賠到 我以為這個不能賠 那一般我們 理賠上面有兩年的期間 就是說像剛剛提到防疫險 兩百多萬 它兩年之內都可以申請 沒有問題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的例子是 他自己就寄這個理賠資料 寄到保險公司去 結果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保險公司 他沒有去查清楚 結果他就沒有賠到 剛剛提到的這些材料 相關的費用 結果後來他就 有一天我們在聊 聊到這件事 他剛好已經超過兩年 一點點了 然後那個我就說 這個你不知道這個可以賠嗎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那你再去跟保險公司 爭取看看 因為說你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可以賠 那後來你才知道 說看保險公司 可不可以再賠給你 的確就賠下來了 而且他已經超過兩年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兩年是必要條件 可是有時候你是真的 不是故意的或者是忘記了 你還是可以去跟保險公司 問問看 我就我聽說這個可以賠 我之前不知道 這個可不可以再爭取一下這樣 但最重要的 這些單句都要留好 對 單句都要留好 我想在看的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就站在這裡 你負責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我其實裡面 真的都很乾淨 而且這非常非常的乾淨 我們相信 我跟你講 不是不會講 我也是會生病的人 但我現在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什麼 這個疑問是這樣子 這個自怕性的氣胸 手術出現都可以理賠嗎 我在幾年前 有一個狀況就是 好比說我現在正在看這個 衣服好辣 看一看的衝突 進廣告我就去上廁所 我一自然講 我一聽到 那個 那個關鍵 那個聲音 我就要 一聲為異 我也覺得不以為異 第二天我要上課 我那天有三堂課 上課當中我就發現 有一點點不太 氣喘不太過來 楊用玲的媽媽 是我的學生 所以她 他們家的餐廳 是非常好吃的 我每天中午就一定 到她那裡去用餐 吃餐的時候 我就真的發現 喝湯是怎麼覺得 一口氣真的沒有辦法到底 是覺得已經不太舒服了 她媽媽看我臉色其實不對 她就說 那我就直接把你送到醫院去 去看一看做個檢查 她就順風 就帶了我去醫院檢查 醫院說 你哪有問題 你什麼問題 我說就是一口氣沒辦法 那你先去照個X光 X光一照發現 破了一個 一兩公分的一個小洞 哪裡 肺 肺 破了一兩公分的一個小洞 所以她呼吸困難 對 困難 她說 你這個不行 這樣不行 你先不要動 我等一下請那個 因為他們那個醫院裡面 事工就是 推了一個輪椅過來 你推過去 然後現在馬上進病房 我們馬上要引流 那我就說 那她說 你先用輪椅推 就把我推到隔壁 我說你不要推 我會用走的 因為推太難看了 太難看了 不是 走有一天 你會說 拜託推我 走回來 我就後來 我就想說 我不要 我就走走走 走到我那個病房 那醫生看到的時候 就罵了那個工作人員 你為什麼不讓 他沒有 他是沒辦法推 他要自己走 好啦 那就當天 就挖了一個洞 就是你說那圍創型的那種 就進了 插了兩根管子進去 就放出來 然後就洞到 不是 還是一根出針 對 出了針 戳進去 引流 那我其實那個時候 是因為他 就是手術師出來之後 他可能就是要去 要安排你病房 他說你可能要住 一到兩個禮拜這樣 要那麼久 對 因為氣胸他還要是 把什麼血放到他 要等他恢復還什麼 什麼一大堆 就喊不浪噪就一大堆 可是重點是 在那個時間是 醫院沒有病床給你 沒有 他說你可能要跟很多人 不然你要先等一下 你先在急診室先等一下 就沒有單人房就對了 什麼單人房 四個人一間 我一進到那個四個人一間 就發現 其實躺在那邊 全都是氣胸的 三個伯伯 全都是氣胸 四個伯伯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講 大家都知道 真的會氣胸發生的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年紀比較大的 他抽菸 他抽菸的人 對 那我想說 我那一進去 三個堂那邊 我已經聽到聲音 我現在想不能不能 我絕對不能這樣 對自己要好一點 我絕對不能讓自己 出來那個地方 我想說好沒關係 那我就去換這個單人病房 單人病房可能價錢會比較高 我現在講 保險會幫我付一半 對 然後我自己再貼一點 住到自己好一點 怎麼樣都好 就我想 至少我一個人可以住一間 對 那就這樣子 我就真的在自己單人病房 我就花了錢 我就真的在單人病房 他們給我幾付的這些寶費 行不浪當有二十幾萬 所以他們幫我付的時候 完全我免費 但是我明年再繳寶費的時候 是不是 要多繳 不會 像以前我們像我們汽車 如果有碰到 保險 然後你下次明年 你可能要提高保費 對 那我們這種 醫療有沒有 醫療人受險是不會 根據你的理賠去調高保費 不會 你得過一次 明年就調高了 是這樣子 沒有沒有 對 除非他有特別條件是 他如果有一種保險是 他如果都沒有這個理賠的話 他是會降低保費 等到理賠之後他再調高 有這種的 可是很少 現在很少 基本上是不會調高保費 你不要擔心 對 而且你就是潘伯伯 弄個氣胸 對 你跟我說 怎麼樣你要小心什麼 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有可能會再復發 你呸呸呸 我到現在沒復發 我很好 一切很好 氣胸在急診很常見 常見其實有一類是外傷的 你真的是意外造成的 可是有一類是自發性 撞到 對 再來是有一些老先生 真的是老煙腔 是刺發於一些疾病的 所以如果是被診斷 自發性氣胸 其實在我們急診看到 你如果一個年輕人 走進來高瘦 帥 說胸痛 我們大概就猜他 自發性氣胸 對 看哪裡高 沒有 哪裡高 徐先生 你這樣可不可以好好聊天 你好高 怎麼樣 我跟他肯尼的討厭 奇怪 不是 真的氣胸會發生的症 是比較瘦的 比較高的 打籃球的就是這樣 為什麼 比較瘦比較高的就是這樣 你不用硬聊 你不用硬聊 不是 你還有很多事 你心裡不了解 因為多半人幾乎都不了解 我到氣胸才知道 你知道人的肺有幾片 四片 你不要講喔 你看 四片 還有沒有 沒有 幾片 五片 左二又三 對不對 對 我真的哪有 怕了吧 真的有氣胸 真的 不是 因為很多人不瞭解 所以才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其實他是重疊式的 所以左二又三 就像你不瞭解 自己的心臟怎麼顏色 就不知道對不對 你去換衣服坐在那邊 那其實氣胸 在我們之前還 我曾經還碰過一個困擾 就是自罰系氣胸 所以他是自罰性的 你無緣無故他發生的 我曾經遇過一個四十幾歲 那他其實已經抽菸抽了二十多年 然後他就是那一天 他是 他來急診已經是受不了 他描述他在一個禮拜天 也是 然後他也不以為意 他說會不會是工作或什麼 他也不以為 但是那個疼痛越來越劇烈 又 開始他覺得呼吸也是不是很順暢 他就去買了陳藥 又買了那個藥膏來貼 他甚至去找中醫拯救 一直沒辦法緩解 那來急診之後 我們照X光發現他氣胸 一樣 我們就放置胸管 把那個壓在肺部的氣體 給引流出來 就住院去了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 會有症狀的氣胸 大部分都是需要住院和治療的 然後他就住院去 這樣子的案例在急診室 是非常常見的 可是這個先生出院後 沒多久就回來急診室 說要開診斷書 他住院也幫他開了一張 他那個住院其實已經開過了 為什麼他又回來急診 要求我們開 原來他是 因為他說他想要有意外 比賠不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你這個就病程來說 你就是一個自罰性氣胸 他不是外傷造成 也不是意外造成 他就一直很堅持 我們一定要寫意外 他說是你們那天醫師告訴我的 你們的醫師告訴我說 在X光意外發現有氣胸 我說意外發現 跟意外造成事故一樣 所以我們後來是堅持就是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把這個字樣給弄上去 對 所以一般意外其實是 認定上面都會有一些灰色地帶 所以通常是在理賠上面 有診斷申請書上面 也可以自己寫說是什麼原因 去申請這個理賠 但是還是要由保險公司去認定 去看這個實際上 甚至事後還可能要調病歷 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對 醫師的確是比較辛苦 其實一般的意外險 他雖然便宜 可是他保障的範圍 其實是比較多的 就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 門診 手術 藥費 材料費 只要是意外造成 這些全部都會賠 所以基本上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是在意外險的部分 其實可以買所謂的 一般的十字十負型的意外險 十字十負 對 也是十字十負型 為什麼 其實像我們一般出國旅遊 去出國旅遊 我們都會保一個旅遊平安險 因為大概你去 你可能沒有仔細看 大概一個人 你保了一千多塊錢 可能你的意外險的額度 有五十萬到一百萬 所以你通常到國外去 突然突發疾病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五十萬 一百萬 其實就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基本上意外險 還是有它的這個 十字十負的一個功能 對 所以基本上 在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會建議在 意外險加上醫療險 這兩個都加在一起 其實你的保障會更完整 有一個年輕人 他其實就是打了很多份工 然後他也很熱心 因為他隔壁住了一對老夫妻 那老夫妻其實有時候 有些就醫需求 有時候圖個方便是會趁 這個年輕人去工作的時候 順便會載他們去醫院看診 拿藥 對 那一次也是這樣 就是那個年輕人 載了老爺爺到醫院去 結果在路上發生車禍 結果那個一雷慘 那個老爺爺真的是很慘 那送到我們急診的時候 其實年輕人也很愧疚 他本來是一個好心 我讓爺爺就遭受了 這麼多的那個傷 他說說那有沒有 可以讓老人家就是 患藥比較沒有那麼疼痛 或者是可以提早讓他復原 那當然我們在急診 其實我有設置 就是為了傷口照顧能夠更好 我們有傷口照顧的護理師 在那個地方 那其實就開始去幫他 患藥推薦 那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用 例如說像這種水性浮料 裡面含有生長因子的 它其實可以促進生長因子 讓你傷口長得更好 然後甚至現在有很多的 科技性的浮料 就是它可以讓你保濕 發痕比較少一點點 或是你患藥能夠更舒服 這樣就開始有跟他 講的這些有一些自費的東西 那後來要給他簽 同意書的時候 後來發現年輕人就是沒有難色 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也有一些 經濟上面的問題這樣 我們的長照護理師就跟他說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要不要考慮用強制線 後來才發現 你所有的汽機車 你只要是有拿到駕照的 你都被強迫需要納這個保險 可是那個保險 其實是可以針對一些意外 在發生 一定要是其實這種交通事故 碰撞的時候 造成他人的一些傷勢 的時候可以用 那你不能用在駕駛自己 但是例如說你載的人 你可以用 也就是說假設你現在受傷 可以用對方的強制線 來cover你現在的一些費用 所以他後續的一些 就是因為伯伯一定要 反覆的回診到這個傷口復原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北北 我們才知道 原來急診的患者 其實只要他是 氣急車的傷勢 可以用強制線 他其實都是有強制線 可以幫他做一些負擔 接下來有什麼疑問 我記得其實應該是在差不多20年左右 20年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發現我的左胸 就有一顆 有點會跟著滑動 但是它就是一顆 就是也不會痛 但它就是會跟著滑動 那時候我其實就先去做乳房的超音波 然後就先看 然後他說這個應該就是 一般的乳房的纖維囊種 其實可以再觀察 然後或者是說 其實也可以先不用特別急著去處理它 因為一般的新聞兩種 大部分還是良性的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就覺得 可是留在身體感覺也怪怪的 也會擔心 對 因為以前沒有 然後現在突然就有一顆 然後是這麼明顯被摸得到的 那以後萬一變大了怎麼辦 或有變化幹嘛 我就說那我還是開刀拿掉好了 然後我就去掛那個外科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記得 因為它是局部麻醉 所以它在手術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聽得到 或也看 也沒有看 就是你躺著 然後它一塊腹在那邊 跟伯父一樣 就是身體在動的時候 但是你是不知道那種感覺 我伯父還是全麻 還是睡著 但那是我第一次就是 就是體驗到半麻這樣子 然後 人是清醒的 對 人是清醒的 然後那個外科的那個手術醫師 跟護士就是 然後放那個音樂 我都還記得 就放古典音樂 然後但是他們在聊便當 你知道嗎 那時候 等一下中午要吃什麼 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剛好拍麻辣仙師 然後麻辣仙師 當時就正紅的時候 然後就躺在那邊 然後那護士就跟那個醫生講說 那個萬老師 萬老師 我跟你講 我女兒好喜歡你喔 然後想說我的胸部在這邊 然後你們在那邊拉扯 其實我都會感覺到 那有點像香皮筋在拉 然後就是聽得到那個器械 要把它剪掉或者幹嘛的 這樣子 他說那等一下 而且是胸部 對 對 就是胸部 很尷尬 奶奶在那邊 然後他們在聊便當 聊麻辣仙師 然後其實我其實就很尷尬 我是心裡在想說 好 那個 然後真的 然後我也跟他們瞎聊了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要緩和你那緊張的氣氛 這是第一次手術 是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說 那等一下 因為這個等一下我們其實 就是縫合完 其實就沒什麼事情了 你就今天記得 你就不要開車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又跟我講說 那你可以幫我女兒簽個名嗎 我就心裡想說 我說我是要簽在哪裡 然後後來他就 因為手術完之後 不是 他就是 你知道他就是拿出來之後 就一顆小脂肪球 然後就放在那個罐子裡面 然後給你看說 你看你看這個 你要帶回去 我說當然不用帶回去 要帶回去幹嘛這樣子 然後我說我是要簽在上面 是不是 他帶回去 我也很尷尬 這是萬老師的 對 萬老師的這個 希望沒有拿走 對啊 但我要問的是 因為我記得當時 我們的健保應該是25年 然後因為我大概差不多就是 健保剛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去做了這個手術 那因為那時候應該是健保有給付 所以我那時候不太記得 我的醫療有沒有用到這個部分 我記得好像就是一般的 我們的健保好像就已經給付掉了 只要是疾病 健保他一定會有他的選項可以幫你付 如果你是 或者是乳房纖維囊腫 其實常常是不需要手術的 但是反過來講 因為剛才講的那個都是水狀的 然後空心的 那如果是實心的瘤 那一般就要很注意 那我自己是一個 30多歲的一個女性 她一開始來的時候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無緣無故去摸到 就一個乳房左邊一個腫瘤 結果那時候一般他超音波一兩 就已經到3.2公分 那因為在醫學統計上來講 乳房腫瘤如果大於3公分的時候 它只會變大不會變小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因為你越後面你就會越大 那所以還是建立你早一點拿掉 那但是因為他就很猶豫 因為他的本身的原始的罩杯並不大 所以他很擔心他拿掉之後 會凹一塊會變 會凹一個下去會不好看 那現在有很多開刀的方式 包括微創的開刀 有的人就是用一個針孔 然後去把這個整個瘤吸掉 那有的是用一個傳統的開法 可是無論如何你這個 3公分的這個東西拿掉 還是有人會怕有凹陷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現在時代越來越進步 膠原蛋白生長因子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我今天帶來這個東西 像這個東西是粉狀的 乃哥你猜這個一個粉 大概多少錢 這樣一罐 這一罐 醫療用的 醫療用的 應該貴的 8500 32000 32000 對 然後單單這一片 我以前也有講過 這一片就是 這一片很薄 它是10乘10公分 那這一片的話 它就是36000 像這個這麼一個 像一個指頭這樣子 兩截小指的 這一片就要16000 所以很多醫療耗材 你會覺得 幹嘛那麼貴 怎麼會這樣 因為原則上 像我們剛才講的那種 乳房的那種 拿掉的空腔 不管你用粉狀 不管你用片狀 剪成不同的體積 你把它填進去之後 它一般兩個禮拜內 這些東西會吸收掉 但是會形成一個 組織生長的架構 所以它就不會塌 一開始我們跟那女生說 你拿掉之後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在意 你什麼都要用最好 你可能要花到六七萬塊 那他就想說 六七萬塊我不如去做熔乳 我幹嘛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經濟狀況 去延誤他的決策 所以在過了一個半月之後 他又急急忙忙跑回來 他覺得他越磨越大 所以後來還是把它拿掉 他還是決定用好 他還是很怕它塌下去 以後很不好看 那後來用了之後 其實它滿力度也是很高 剛才這個講的東西 它除了可以做成立體結構以外 它也可以開進腹腔的時候 它可以在受損的組織上面 把它鋪上去 這個東西其實非常非常貴 是真的是有它的作用 那最後一個 這一個就當然沒有很貴了 這一個東西用在的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開刀傷口上面 它有點像三秒礁這樣塗上去 一般來講是一個月內 你傷口是不用換藥的 也看這麼少 這麼小也是六七千塊 所以其實有很多 越來越先進的醫療耗材 包括所有的癌症治療 它可能以前都要用開刀 現在有可能用熱能就可以燒掉 那甚至說現在 越來越多的細胞免疫治療 所以其實醫療的技術 推陳出新的品質會越來越好 可是說真的對我們都是負擔 所以可能有一些保險的概念 會是對自己的經濟負擔 可以不要讓經濟去影響到 你那麼大的醫療決策 那我很好奇這個保險是可以賠的 可以的 因為剛剛這個是醫院直接就可以賠到的 耗材也可以 就10支10副裡面的雜費 所以我剛剛說 其實這個我比較好奇 可以先問一下 那這個有增大的效果 增大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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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增大效果 應該有很多不願意做這個手術 我本來傷口需要一片 我加進好放10片 會不會變大 這樣說好了 你就算簽10片 醫生只會只幫你放一片 然後剩下9片還是退給你 沒有意義 因為想說保險會付 你有沒有發現 年少不養生 老了你就養醫生 這段疫情之後 你會發現真的 人將來要打拼的 不是財力也不是學力 是免疫力 你不要把那個錢 就算你的錢要花在刀口上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說 在我們這個年齡層的 好像大家對這種超年齡 就是比如說50歲以後 我跟學生會講說 50歲之後的身體 那才是人生的開始 那你50歲55歲 開始變化了 對 到這段時間開始 幾乎每一個人都開始 有很多的狀況都出現 可是你會發現 很多保險公司不敢接 不敢接像這個年齡層 就是你50歲在保 人家不敢接 就是比較貴 稍微保費會比較高 那我覺得我現在 我發現 我發現一個好處 我找到一個新的保單設計 對於高齡這個特別的友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連結健康平台 然後來鼓勵大家多做運動 你想不想 累積點數之後呢 還可以折抵保費 你真的特別了 怎麼這麼好的事 我跟你講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每一個人 因為在這個時間 譬如說50幾歲過後 到60歲之間 就開始離癌的經驗 越來越多 但是你知道 當你突然間發生 你現在 你找到一個什麼問題 你今天又看一個 看到什麼問題 當那個癌來的時候 你好像 慌了耶 你慌了 我馬上還要去準備一筆錢 然後準備做這個 你不用 像我朋友呢 他就會給我建議 我可以選擇 一次起附型的癌症保險 我確定要是離癌之後呢 先給你一筆 理賠的費用 潘老師 你改好了 你有在做這個保險嗎 沒有 你聽我好好聊 奇怪 不是 如果你有我就跟你買一個 不是他對 我有 因為他對高年齡層的人 他比較友善 比較友善 這個保養的觀念是說 我不但今天我保了這個費用之後 我還可以連結健康的平台 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可以做一些健康的徹底 我還可以幾點數 有保險公司有這樣的嗎 這麼好 感覺很大 我跟妳說 妳是不是他的其中一個點 對 所以歡迎你們來這邊上課 好不好 沒有我只是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方式跟大家講 真是保養勝於一切 這的確 我覺得現在 我可以講好多故事就是說 很多人都是50歲以後 才想到要買保險 因為就覺得 身體開始有狀況 可是他們低下會 我買保險要多少錢 結果一問價錢 就說好 算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你一年的保費 都要交6萬塊 甚至10萬塊以上 所以基本上 你50歲還買保險 真的很不公平 是基本上 你很難買到保險 要從年輕的時候開始 可能保費會比較低 我們剛剛一直講 實資實付 可是其實實資實付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 去負擔那些 沒有住院的這些藥錢 因為我們剛剛講住院 給賠 手術賠 然後手術或住院的雜費賠 可是我們剛剛都沒講到 像癌症很多 用藥是不住院 也不手術的 那這些的費用 動不動就是十幾萬 真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我們要思考的 最後一道防線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癌症其實很痛苦 一直折磨人 一直放療 做各種的治療 什麼民間的用藥 然後就折騰了很多 後來就夠了 我有一位朋友 一位好朋友 他得了乳癌 結果得乳癌 他其實很細心的 照顧自己的身體 五年 因為癌症五年 好發期 過了五年 他覺得好開心 我應該不會再得癌症 結果沒有想到 第六年 他得癌症再復發了 他說我放棄了 我不要再來一次 為什麼 因為那個治療是 所有的治療都加在一起 後來他已經過世了 因為他移轉到骨頭去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 現在我們非常幸福是 現在有一種叫 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就是說 他就是先抽血 把你的這個基因 找出這個病變是什麼 然後對症下藥 所以對症下藥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很容易就是 你只要吃這些藥就好 你就做這個化療就好 做這個子子治療就好 所以都變成說 你的這個治療就會非常的 不會像以前折騰那麼久 像有限保單 還附加了這個所謂的 精準醫療的基因檢測項目 其實現在保險 我常講說很不公平 因為像潘老師這麼健康 可能沒有用到什麼保險費 像乃哥可能你們都很健康 沒有用到保險費 像我其實到現在 也沒有用到什麼理賠 可是我假如保費 是跟常常生病的人的保費 是一樣 不公平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他現在的保險公司 剛剛提到的 運動就折禮保費 這個有個名詞叫 外溢保單 那這個外溢保單就是說 你只要是常常運動的人 所謂的運動就是走路就好了 走路 跑步 它會有寄數 現在手機很方便寄數 寄的數 每天每天寄 寄一個月之後 它達到標準 它可以折抵 好像可以最高 折抵到10%的保費 費還給 好像不叫費還 這叫折抵保費 是啦 這個才公平 就是說如果你平常 就很重視保養 你還可以比別人 燒繳一些保費 我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 保險設計的一個機制 它就叫外溢保單 所以這兩個條件 加在一起 你會看到 其實一次性的給付 然後再加上 我有所謂的精準醫療 可以讓我治療的過程 可以舒服 然後又有這個 可以折抵一些保費 我在講最後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所有的治療 我們剛剛講 事前的基因治療 事後的這個篩檢治療 費用每一家醫院都不一樣 就算你今天保險 給付了100萬 你還是花在哪裡 不知道 到底我要選10萬 20萬 30萬 所以現在保險公司 還跟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檢查單位做了合作 比如說你可能 去他這邊做同樣的治療 剛剛講10萬到16萬 在那邊可能只要8萬多塊錢 所以你省下的錢 花在刀口上 你就可以花更多的錢 去做其他的治療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這是最後一道防疫線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除了十字十問 我們一直在講 可是有一個叫做癌症 其實這個可能是 不是十字十譜可以幫到忙太多的 受益很多 對 學到很多 所以觀眾看我們醫師好辣 講真的 可以得到很多 不管醫學方面的知識 你看我們現在 連保險這方面 相關的知識 都可以讓大家獲益很多 我知道當然媽媽之後 才有涉略保險這件事情 以前年輕都不懂 但我在一起最想做的是 就是加我們保險專家的LINE 謝謝 大家以後要做保險 先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 然後諮詢清楚 對自己有幫助的 盡量做好保險的生涯規劃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 醫護者 他私裡下是一個 有 要哭啦 你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就現在 你護溝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